法務部 呼籲國人對此案 因保持冷靜態度 勿留於民粹 我要請問 什麼叫做民粹 你能不能具體的舉例 民粹就是事情狀況還不很清楚的時候 就一起大家 大家一起罵 對 大家一起抗議 對 外交部跟陸委會的作為 算不算民粹 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是我們政府機關 表達抗議 表達憤怒 我們人民 不可以表達憤怒 我們人民 跟政府一樣 表達抗議 表達憤怒 在您法務部的看法 叫做民粹 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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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完你一起說明 我請問第三個問題 不過委員 這時間是我們共用的 不是光是委員講完的時間 好那你請說 但是我跟主席講 我要問出個水落石出 我才會下來 請委員也要尊重 立法委員行委法 請說 請說 請問法院要 第二個問題請說 好 我覺得你真是可恥 我以為這樣講法才是民粹 你再講一次 上來 再講一次 您這樣講就是 剛剛您講的民粹 要我舉例我就這樣說 我們他從這種限 band 來來來來 怎麼時候 來來來來來 我從專案說 就是從小到大陸去判 來來來來來 怎麼會講到說 電信詐欺有什麼醫科罰金這種概念 是不是說我有概念 是的事實上的判決是這樣 就是之前 雖然法定刑說 五連為上限 我拜託 您有一點點的法律水平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電信詐欺 現在有可能判醫科法金嗎 是 沒錯 法定刑不等於是判決的刑 不是 我現在講在問你 電信詐欺引用現在新修正的刑法 有可能判醫科法金嗎 有可能判醫科法金嗎 你回答嘛 有沒有嘛 是沒有 但是他可以判得很輕啊 判了五個月 我們檢察官都認為證據充足了 然後帶回台灣全部起訴 後來判決有的無罪 有的醫科法金 這個就是輕判嗎 還是可以很輕啊 每次問你 問東達西 但是之前五年以下 那你為什麼剛剛回答領導委員說在那判什麼醫科法金 還有規定法院不可以判無罪嗎 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不能判無罪嗎 這就是檢察官起訴認證 所以你整個都在誤導嘛 不是我誤導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 從頭到尾就是讓國內有這樣的印象 我不接受委員這樣的一個質疑 荒唐自己啦 委員的質詢才是荒槍禮服 你專門帶風向 其實是差不多可以說叫我第一名 你看看 2013年以來當國內發生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而且這些事件都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民主化過程當中有價值的事件的時候 你專門帶風向 希望世界各國對我們的詐欺集團更注意嗎 所以啊又來了 你已經為審先判說他們是詐騙集團了 因為這個 你剛剛還回答顧立雄委員說 你完全沒有資訊不知道內容 你現在又說他們是詐騙集團了 可以啊 就是以這個方向在辦的案子啊 這就夠了 這就夠了 我送你一個 帶風向女王的封號 請委員自己帶回去 好 主席他可以這樣嗎 他可以現在走下去嗎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太囂張了吧 太囂張了吧 法務部 我看到今天這個 戴動力副市長人也在這裡了 法務部在昨天還發出來的新聞稿 還在談到說 這個到目前為止 散開犯罪的被害人跟市政 都還在中國大陸地區 後面還提到了這個 物流於民粹啦 我想請問一下 那鄭次郎或者是副市長啦 你們的態度還是這樣子嗎 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在談論是民粹嗎 這一個新聞發布 有另外一位我們的發言人 這一個新聞稿 我剛剛才我們的副市長給我 我看到戴動力副市長 是署名是相關的聯絡人啊 副市長你有看到這篇新聞稿嗎 這個新聞稿 原來不是這樣子寫的 這個新聞稿 誰改的 誰把他改是這樣 陳市長 蛤 陳次長 陳明堂 陳次長 我們另外一位次長 次長改的 這個部分要經過誰的同意才能夠出去 所以部長是支持這樣的看法嗎 昨天部長好像 所以原先你的寫法不是這樣子的 我昨天整篇全部在寫台灣有管轄權